今早早收到很多留言跟我說 斯丹輸比二次三比一明顯是出錯陣容和進入主攻陷阱 聽我久的就肯定知道斯丹衰什麼 不過我另外也研究了一個角度出來 去解釋為什麼斯丹今天是出了大件事 但是講這個角度之前都要跟大家講一次場比賽發生什麼事 熱刺今天是三中堅是對的陣式 前面沒有孫興文有迪利艾利 位置上迪利艾利就要肩負起奔跑前鋒的關鍵位置 而皇家馬德里就繼續用回他們輸給基羅納的陣容 中場的球員來說是偏向屬於控球的類型 而且速度也是欠逢的 當然就一定不夠熱刺班人年輕了 加上他們中場的人多一點 所以戰術上皇家馬德里率先進入主攻陷阱是很正常的 但是其中一樣東西都很奇怪的 就是開波的組斷斯朗拿道是不斷賣弄腳法 搞到進攻的節奏更加拖得慢一點 熱刺經過了輸球之後就好了 他們早段已經有儘快完結攻勢的心態 一過了半場就立刻用一些比較簡單直接的方法 把球送入禁區頂或者禁區 所以你可以留意到 每次當熱刺把球過半場的時候 沙治奧拉莫斯就會立刻提醒那些人盡快收回防線鬥心一點 6分鐘的時候 迪利艾利其實有個機會在禁區頂做個支點 他可以送球進去 是被左手邊的賓戴維斯落底線的 但是他沒有這樣選擇到 將他回到後面 結果攻勢是做長了 被王加馬德里打了這場賽事的首個反擊 幸好熱刺班友 防守都叫回得快 9分鐘了 王加馬德里過了半場 但是開始進入主攻陷阱 還要猜失球 給熱刺有個反擊機會 艾力臣其實是有個時間可以給直線打到艾利那邊 但是機會錯失了 幸好魔特利即使拿回球也好 在自己的後半場全球失誤 熱刺在前半場可以納克來快攻 哈利簡尼立刻把過頭攻球落到艾力臣那裡 是越過了王馬的防線 可惜艾力臣黏球下來的時候 然後把球拿得比較厚一些 如果拿到前面 就很有機會作出射門 艾力臣好像狀態一般 之後在比賽裡的傳送都有不少失誤 近期連場大戰可能對他也有些影響 10分鐘的時間 王加馬德里主攻陷阱持續 在中線附近又失拖 今次卡斯米路控球離了腳 還要決定非常緩慢 今次迪利艾力沒有自己去 反而第一時間 就送過直線找哈利簡來跑 雖然比得不太好 但是奴組 就沒辦法清脆利落地攔截到球 讓球慢慢流向他們的禁區裡 沙趙拉莫斯本來是和克里簡來鬥走 但是他這一刻選擇拿身位 由於克里簡來都是高速跑動 那拉莫斯的這一種方法 其實只不過是想暫緩對手的奔跑速度 一定要在二對一的環境才可以做 即是說你暫緩對手奔跑速度 等隊友追回個球 和你包回個位 但是今次拉莫斯身邊 根本一個黃馬的球員都沒有 所以拉莫斯應該繼續和克里簡來鬥走 不應該去吃個身位 結果就被克里簡來佔到先機 這傢伙的靈感真是不錯 選擇塌射 但是幸好他狀態還沒回來 若果塌得大力少少 龍門就有時間撲了 十九分鐘 熱刺的進攻 見到他們一過了半場之後 就很想儘快完結攻勢 沒有拖離帶水 雖然今次奔戴維斯組斬組著叫失敗了 但是奔斯馬想說來個反擊 決定又一般 打回頭又輪到熱刺 可以在前場來個快 雖然沒有太多機會 又被黃馬拘捕了下去 就是防守區域的左手 但是馬歇路竟然攔截的時候 將球踢回自己禁區 幸好雲克斯第一時間射球 黃馬這段時間真是水深火熱 去到二三分鐘 熱刺的比利時中堅球員艾達韋列特受傷 施數高入堤 迪亞要踢中堅 上場賽事輸了速度 輸了給馬斯亞 但今天安放他到Larsgard 中間的位置 不用踢兩邊的中堅 應該都有思考過 希望他不要跟別人鬥速度 25分鐘 奴祖上場賽事打得不好 今天都老鳳 這下他竟然想著球會出界 就沒有去追球 這樣就被哈里加尼突然之間 在後面變速度衝上來搶球 他情急之下把球踢出橫邊界外 熱刺 再一次簡單直接由左手邊的進攻路線 轉球過來右手邊一個過頭光波 找到後面插上來的查比亞落底線 球不著地 第一時間傳中 沒有浪費時間 有兩個好處 第一 令到對手的防守球員 不夠時間準備 和看著人 第二 隊友是可能會預計到你第一時間傳中 所以知道什麼時候呢 是迎上來去配合 所以這次艾利落腳入球 踢球那麼準確的時間 是因為查比亞的第一時間傳中 所以迪利艾利入球是要多謝查比亞的 當然啦 第一時間球不著地傳中 有另一個好大的壞處 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你少點能力都未必得 所以查比亞做到 某程度上是表現了他這一方面的能力 不過其實查比亞接應的時候 是越左衛 球證看不到當然是一個錯判 但是王家馬得利的確 在戰術上面是完全下風的 王家馬得利落後 更加大條道理進入主攻陷阱 但他們前場的進攻點不夠 要勞煩到卡斯米魯 他上來幫忙都不可以說他 但是他最好就是插落中路的位置 不是幫忙左右兩邊落底線 這件事也反映了王馬根本不夠六頁拉邊 是要勞煩到一些沒有這方面的能力的球員去拉邊 好了 31分鐘了 艾利其實有個反擊機會 但是這次他選擇自己扭 個人突破 這反而失了球 給王馬來的反擊 斯朗 雖然推球進去有點慢 但是都叫能夠用左腳射到近柱 羅列斯叫無盒眼睡 艾利入了球之後 就不應該自我膨脹去死樓的 頂級的賽事是沒有犯錯的空間 個個隊友都想著儘快完結攻勢 突然之間你就各自為政 這樣死樓很大 因為隊友就不知道你有這件事的準備 他們沒有心理準備 你突然之間是突破的 如果失了的話 隊友是來不及反應和你補位的 所以艾利千萬不要一時是人 一時是鬼才行 另外31分鐘的時間 王家馬德里透過右邊的艾舒拉夫 來個overlap 明賣明賣傳中口 這次看漏了斯朗 就叫熱刺班 有就不小心 被斯朗升了出高位那裡射球 幸好後面也救人手遮擋了斯朗的射門路線 35分鐘了 艾利今次就不死樓 他幫哈利簡尼做個支點 其實明明可以簡單傳個地球 給哈利簡尼在左邊入攝 為什麼要故意撩高那個球 為什麼要增加他的隊友的射門難度 依然是一個迷來的 其實今天大家可能會選他做最佳球員 但是他的表現是非常飄忽的 40分鐘了 查比亞竟然之間在右邊 一個過了兩個球員 他做到了 不過其實之間是有些沙石的 不夠清脆利諾我就不太鼓勵了 但是他的傳中都叫選擇正確的 找到 禁區頂的思數高 不過思數高射球 反而益了就是旁邊的哈利簡尼 對呀 波滴了到他那裡 可以再射門了 黃馬的門將卡斯里 就衝出來 失去了 好歹 就輪到奴祖可以幫他頂著射門 之後再彈奴祖的手 這個十二碼就可以不給的 除非你一射下去 是用手擋著波 那就應該十二碼 但是這次呢 是先射到腳上 再反彈到手上 理論上 那個波就已經被腳擋住了 不會入波 那就不需要再補回十二碼 去權衡利益 四十一分鐘 黃加馬德里過了半場之後 那就做到中短期的進攻了 只能夠說 就是熱刺的防線 收得不夠快 斯朗能夠全直線 被賓斯瑪來過突破 突然之間形成四打三 可惜賓斯瑪的位置 角度窄了些 雖然作勢就騙過了 這個是迪亞 就落去地上 不過也浪費了些時間 才傳中 是否令到艾力神 是多了一秒的時間 可以回來擋住斯朗的射門 四十二分鐘 差不多 就完上半場 大家就打過假對攻 查比亞早斬早著 差點令到克里簡尼可以單刀 但是 就是奴祖做出好戲 解圍成功 隨即黃馬想打回馬槍 卻奧斯過頭高空波 找到右邊的艾舒拉夫 上來助攻 但是傳中找到賓斯瑪之後 射門就一搬搬 下半場 四十六分鐘 黃加馬德里的後邊就爆炸 這次卡斯米魯就輸孤寒 他就想把解圍變作猜球 結果失了一球 阿里簡尼突然突破 形成三打三 中間就剩下波特力 對著兩件白色衣服 幸好他解圍用後腳有些運氣 其實就不應該這樣摔回後面 應該把他打到底線就算了 五十二分鐘 伊斯高這次看到 在這場賽事裡 一個小細節上的失誤 那就是熱刺 就沒有在黃馬 一過了半場之後 就立刻把防線收回到較深的地帶 所以這次伊斯高 就可以用左腳斬過頭高空波 找到馬歇路 跑到熱刺後防線的身後 但是馬歇路就要挑剔一下 沒有早斬早著 或者沒有第一時間傳中 如果他盡快傳中的話 遠處有空檔的斯朗 是有機會來射波的 但是馬歇路攤動了 斯朗的空位都沒有了 五十五分鐘 熱刺過了半場之後 立刻中短期進攻 是他們今天的成功之道 這次要讚迪亞一個長距離的地球 其實理論上這次 迪利艾利是應該幫艾力臣做個假狗支點 將他回給艾力臣的 但是他竟然之間是選擇自己去 他過了卡斯米露叫有些運氣 加上卡斯米露的今天就很魯莽 這一刻他是不應該橙落地下的 他橙落去就打小過 迪利艾利再自己去 他射波了 將這個波演變成入球 其實是跟了運氣打了一次交道的 因為射球的時候 折射了拉莫斯才入網 其實他這樣自己去 是提升了自己的難度 如果他是肯給艾力臣做個超連結人 在自己走位 其實入球的機會是更加大 不需要這樣靠他的運氣入球 他入球 這一次就要恭喜他 但是他這樣自己去射球 而入球 有機會令他下場的賽事更加自我膨脹 成為獨扭合 斯丹其實應該要盡快作出反應 例如增加進攻點 現在唯一機會就是 砍角球進去 鴨仔波 但是熱刺也是蠢蠢欲動 準備打反擊 因為黃馬今天是前面沒有綠葉拉邊 同樣左右後衛都上去幫忙拉邊 後面只有兩個人 64分鐘就被人打個反擊 艾力自己入球之後 今次肯做一個超連結人和隊友助攻 給了上去 就找到哈里簡來跑 哈里簡來叫沒有毒食 一見到就是艾力臣有空檔 一比 大把時間 怎樣沒有狀態的艾力臣都會射得入 3比0 黃加馬德里完全不夠熱刺 球員的速度快 而且呢 他們的是4 3 1 2 不斷進入主攻陷阱 跟著斯丹的換人 都是很可愛的 他繼續保持三個進攻點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呢 追回一球之後 覺得有些希望 再換到一個邊的球員 進來呢 但其實都是換一個後衛進來 是甚麼意思呢 我認為斯丹這次是一個政治取態來的 我現在就開始跟大家講解一下 斯丹為甚麼今天會這麼奇怪的 我要問問 為甚麼連續對著兩隊高速的球隊 黃加馬德里都不輪換年輕的中場球員進來呢 我做何兵測波經做預測的時候 都沒有預料過斯丹是會用原班人馬對熱刺的 我認為斯丹是沒有可能會做出一件這樣的事 以他對戰術的理解呢 他是沒有可能不知道這樣會進入主攻陷阱的 所以我估計呢 其實他是真的有準備過輪換 對著基羅納呢 就用這一班球員 對著熱刺可能會用年輕的球員 但是呢 他真是猜不到會輸給基羅納的 所以他輸到怕了 他亦都怕董事局會怪罪下去 那所以呢 接下來這一場對熱刺呢 他就立刻出歐聯決賽冠軍隊的 是大部分核心的成員 就做回呢 就是對著祖雲達斯決賽裡面用的 四三一二 因為他計過一條數 就是若果他對著熱刺 是大幅度輪換了那幫年輕人 最後一個不幸運輸給熱刺的話呢 可能這樣是會被人炒友的 但是若果用完班人馬 還要用四三一二堅持到尾 用兩次歐聯冠軍的教練身份去指明 這個四三一二是正確的 那輸了的話呢 就好像變回是球員的責任了嘛 就不是斯丹的責任了嘛 那所以斯丹呢 是為了保障的歲衛呢 是唯有用這種方法去輸了一場球 都不夠膽去試用年輕人去搏這場球的 有時那些教練不想讓董事局有位入自己呢 就會出現這些在經濟學上面叫交易成本的東西 因為呢 黃馬就肯定不會讓那個教練永久獨裁的 那如果那個教練是獨裁的呢 當然就不會怕被人炒了 那就可以去搏的喔 可以用年輕球員去對熱刺喔 那所以獨裁的教練呢 交易成本就最少的 他不需要呢 就是跟董事局角力嘛 那不過呢 都要那個教練是明君才行的喔 如果是分君的話呢 就會搞到好像阿仙奴那樣樣的了 那所以呢 那在這個博弈的過程裡邊 很少球會是夠膽死給個教練獨裁到底的 除非呢 就是那個球會是不重視長遠的成績 反而是重視贏球以外的利益啦 那不過呢 如果你不給個教練獨裁呢 有可能會出現這個類似斯丹的情況啦 那所以呢 那麽呢 斯丹因為要避開董事局的審判 那麽就要球隊去付出 今場賽事輸球的交易成本啦 那你聽完之後呢 可能會覺得斯丹很賤 那我可以回答你 情感上面可能是 因為將我的責任交了給球員 那麽但是有時候呢 人在高處不聲寒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時人呢 去到那些高位的上面呢 很難同你講仁義道德的 那除非呢 你不再需要留在高的位置呢 那麽而且呢 斯丹可能呢 他的計劃是要做下一代的費格訊嘛 長遠去教這個王家馬德利 那麽你要長遠去教呢 就可能要賤回4、5次的 避開這4、5次一定會出現的危機 等他可以教到10年、20年 令到他的位置去到一個 不會被撼動的時間 他便已經可以向球會證明了 他是明君咯 那麽他便可以開始偏向獨裁咯 那到時呢 他便有機會對著同類型的比賽 出年輕人去搏咯 那到時人人都會記得他的傳奇咯 不記得今場的賽事輸給熱刺啦 那聽完之後呢 你可能都會繼續是不接受 這一種殘酷的現實 但其實 今次這一個事件上面呢 都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得帥仔少少的 那如果我是斯丹呢 我會私底下跟球員道歉 希望他們幫自己吃了死貓他 希望呢 就是幫斯丹度過難關 避免那些球員有心病 保持回隊裡面的和諧 那其實這份工呢 就可以繼續做下去的啦 那而且呢 我以上所講的這些權力鬥爭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人會留意的 那加上 運氣呢都在黃馬那邊 那多蒙特就和馬體會一樣呢 就令人極度失望呢 連續兩次都贏不到尼科西亞 只有兩分而已 那所以黃馬 只要下場的歐聯賽事贏到 那就肯定出線 那只要呢 那接下來西甲也都在主場贏到 拉斯、彭馬斯的話呢 那就會進入國際比賽日的了 那很快些人就會 遺忘黃加馬得利這一段的情況 那些壓力就很快消失 那斯丹的如意算盤 相信就是這樣樣的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今場賽事的蔡侯萍 那之後還有呢 就是極度精彩的 萬成作客拿波里會講的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小弟 也可以看我的片 之前由他YouTube 插了一個廣告進去呢 你播完他就可以了 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